小朋友嚎嚎大哭 真的很怕打針 但是國內疫情嚴峻 讓家長很擔憂 要趕緊讓孩子打疫苗 其中新北市投錢國校 有兩種疫苗可以選 選擇莫德納的5% 選BNT的占了52% 這是莫德納 因為之後後面有BNT下來 所以來轉BNT 分狀比較少 副作用比較少 悶得相差大概有10倍之差 這個BNT的部分 好像後來就是報名的人數 還蠻多的 新北校園BNT專案25號開打 有四所小學 圖前 安和 心靈 淡水 國小 意願最高達7成 首批BNT共5.7萬劑 2.5萬劑分配到診所 3.2萬劑提供給學校 台北市兒童BNT 26日開打 總計有10107學生同意 占51% 家長要特別注意 孩童打完如果注射部位腫障 可以局部冰敷 另外準備解熱症痛藥物 緩解不舒服症狀 就是打完以後有沒有產生 呼吸困難 蒼白 或者全身嚴重的過敏 還是一個禮拜之內要注意有沒有心肌炎 就看小朋友的活力 運動量 醫生也提醒打完疫苗持續發燒超過48小時 不作用幾天後未消失 或是嚴重過敏反應症狀 像是呼吸困難 氣喘 又或是出現疑似心肌炎的狀況 例如胸痛 胸口壓迫感 就要禁速就醫 二目況席陣全台造成14名幼童重症 其中六位小朋友離世 還來不及長大 繼續透過疫苗接種 產生保護力 避免再有遺憾發生 借城鎮茂楊宗燕新北報導